預計就要在太空人 登陸月球南極的阿提米斯三號 最快二零二六年會執行任務 而候選的太空人也已經完成訓練了 其中是包含了一位 來自中東國家的年輕女性諾拉 她也成為美國NASA首位完成培訓的 阿拉伯背景女性太空人 與同期的成員一起走進典禮現場 來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諾拉 順利完成太空人培訓 二零二一年 她擊敗四千三百多名競爭者 獲選阿聯酋太空總署太空人 進入美國航太總署NASA受訓 經過將近三年的努力 現年三十一歲的諾拉 不但成為第一位自NASA培訓計畫 結業的阿拉伯女性 也將有機會參與阿提米斯等月計畫 諾拉從小就對太空 感興趣 五六歲的時候就立志要踏上月球 她自機械工程系畢業後 就進入阿聯酋國家石油建設公司擔任工程師 後來通過了太空人選拔 在NASA為期三十週的課程中 她並持著熱忱和堅持不懈的態度 完成了包括太空漫步等專業訓練 連同班同學也對她讚譽有加 事實上在諾拉之前就已經有阿拉伯女性 加入私人航太公司執行任務 NASA則設計了特殊的太空人頭巾 尊重諾拉的宗教信仰 協助她順利完成培訓 萬眾矚目的阿提米斯三號任務 預計在二零二六年九月執行 屆時將有第一位女性和有色人種太空人 踏上月球南極 同時新聞兩年編譯 我會忘記了